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1443集 这个往干尸身上下古毒的方法 还是方言和欧阳大师帮我想的 我这个会用古毒的当事人 却是没有想到 张凡苦笑着摇头 听到张凡的话 黑雕精眉毛一条 有些惊讶地 在张凡身上打亮一眼 本就天赋极佳 堪称天才 居然还会使用古毒 真是不简单的 嗨 这也正常 有的时候啊 就是当局者迷 李亚文安慰了一句 又说 对了 张先生 那欧阳大师行走江湖这么多年 他知道 那种流淌蓝色血液的族群 是什么族群吗 吃饭的时候我还真的问过 可惜他也不清楚 咱们去问我那个美女蛇精奶奶的时候 他说还不到时候告诉我 我感觉知道这种体质的人应该不多 如果很多的话 他也没有必要隐瞒我了 李亚文看了眼张凡赞同的点头 没错 是这个道理啊 两人边说边聊 已经到了平山市公安局一层大厅里面 这时候 黑雕精凑在张凡和李亚文的面前 忽然开口 你二位 你二位见过这种特殊体质的人吗 一听这话 张凡和李亚文同时一震 而后 张凡问道 你知道 我知道一些 黑雕精点了点头 文言 张凡和李亚文的脸上浮现出了一抹惊讶 说不准 还有一碗收获呢 李亚文说道 那你就跟我们说说 这也算是帮我们的忙了 黑雕精看了一眼李亚文 有些犹豫的挠挠脑袋 跟两位大师说说 倒是可以 要不这样 等解决完了我的事情 我再跟两位说吧 文言 张凡哑然一笑 好 没问题 那就先解决你的事 张凡怎么可能看不出 黑雕精的心思呢 此刻的黑雕精 对于他自身的事情 依旧有些担忧呢 毕竟 到现在为止 张凡和李亚文 也没能给出一个 帮他解决问题的明确方式 他如今 知晓这种特殊体制的情况 也算是一个筹码 他握着这个筹码 心底自然更加踏实了 不好意思啊 谢谢大师的理解 黑雕精心中十分清楚 此刻的他 就是案板上面的肉 他的小命 就攥在张凡的手里 其实 他是没有资格 和张凡谈条件的 但张凡 却依旧站在理解的角度 和他说话 他自然是心中感激了 三人一边说着 已经进了灵异部门 在进入灵异部门 办公大厅的时候 众人 均是一瞬间 把目光投降了黑雕精 毕竟 灵异部门 可是从未有精怪来过呀 黑雕精的脸上 则是带着一抹尴尬 李亚文扫看了眼众人 说道 都别看了 好好干活 李亚文在灵异部门的职级 并不低 而在这大厅里面办公的人 都是一些 部门里面职位比较低的 所以 李亚文的话十分管用 所有人的目光都收了回来 继续去忙他们手头的工作了 李亚文把张凡和黑雕精 带进会议室里让两人坐下 他则去找解决黑雕精 所遇到情况的法律条文 十来分钟之后 李亚文再次返回 见李亚文进来 黑雕精急忙便起身问 大师 您找到了吗 找到了 一边说 李亚文一边坐下 然后打开了手中书的其中的一页 相关法律条文是这么规定的 虽然众生平等 但一切都是有因有果 在投胎转世的时候 有人会进入人道 有人会堕入畜生道 这便是他上辈子的因果报应 像你那些个子孙 他们都是因为上辈子 或者几辈子前 道德上面有所缺失 才以此来还债的 才会让他们堕入畜生道 而一旦堕入畜生道 则难免会任人宰割 他们能逃脱 算他们的本事 如果不能逃脱 也只能是认命了 听到李亚文的话 黑雕青的脸上 浮现出了一抹失落了 这些相关规定 并没有让他的心中获得安慰 但对方所说 也并无道理 前世今生 前几世与今生 甚至 今世今生所发生的一切 都是有所关联的 谁也不会无缘无故的 就遭受苦难的 不过 你也不用太过沮丧 我们可以让那个养殖户 在他的屠宰场里面 点香烧纸 以慰藉他们的在天之灵 这样的话 至少可以加深一下他们的负责 以此来减轻一些 他们在阴曹地府里面所受的责罚 也更加有利于 他们下辈子投一个好胎 听到李亚文的安慰 黑雕星 微微点头 是 那就麻烦大师跑这一趟了 随后 他又叹息了一声 哎 我能做的只有这些了 也算是给我那些 死去的子孙们一个交代了 没什么麻烦的 李亚文无所谓的摆了摆手 我这就向两位说说 那种特殊体质的情况 听到这话 张凡和李亚文 都把目光投向了黑雕星 我并不是一直在平山市区的 我是从卫县来的 而我想报复的那个人 他也是从卫县搬进平山的 之前他的养殖场就在卫县 现在搬家了 准备把养殖场安排在平山市 南城城郊的一个村子里 不过暂时还没有建成呢 我是在他之前的养殖场里 看到了我子孙的骸骨 所以才一路插到了平山市的 你的经历就没必要跟我们说了 你直接说一下 你所知道的那种 特殊体质的情况 好的 我之前的住所 就在机关山旁的一个野山里 有一次我下山找食物 在路上 我发现了大片的蓝色血迹 对了 当时我并不认为那是鲜血 还以为是颜料呢 直到后来 我才知道 那些个东西 没听到的 我这都会有些啊 我这都会有些 这都会有些 不须听的 好